好 然後呢 然後就是說警方大家都有疑問 為什麼媽媽要氣保險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警方也是懷疑出來說 怎麼會毫不理由 那所有問題就是要找到他們 那本來有 投機人還沒找到 都沒找到 那小三氣保險逃 氣保險逃都不見了 然後就想說孩子的告別是公開呼籲 你不要回來看一下 也沒出現 後來過了二十幾天 發現這個媽媽又是一個人開著車 在外面遊蕩被認出來 帶回來 還是什麼都不講 我也很在乎我的孩子 他孩子所有的財產 我也很緊張什麼的 可是問題是你跟他跑了 你怎麼會這種說法 你怎麼什麼都說不清楚 所以這一次就被收押了 因為他九個月了 這時候已經九個月 九個月 他準備去代產 就不讓他出來 他想要再交保 但是出不來 後來再過四天之後 在雲林逮到這個同居人 後來發現原來就是他 把老大給佛佛打死 打死原因 只是因為說 因為這個媽媽他很複雜 他是在晚上KTV 辦唱的 小姐 所以他是晚出找歸 這個小三 小三 晚出找歸 同居人照顧小孩 白天照顧小孩 怎麼照顧小孩 就小孩子放在那邊 放幾個泡麵 餅乾 他人就出去了 然後隔天凌晨 記得媽媽媽回來再回來 所以三個小朋友是自己在裡面 可憐喔 小朋友五歲 三歲 兩歲 五歲 三歲 兩歲 他怎麼設置 有辦法自己生活 這就是他口中的照顧 回來你就知道 整個家庭亂家 亂七八糟 這裡搶那邊 然後他回來 就有一把火 教訓小朋友 這東西照怎麼可能 這是你造成 你放小朋友在那邊 他當然會亂玩 亂摸 亂倒 然後就看到哥哥跟妹妹 在搶玩具 他就拿那個水管 後出狗 猛抽 從他的手部 手部要蹲下來了 倒在地上了 沒辦法 媽媽在炒菜 他客人來看看 他覺得這是平常的教訓 他就進去轉頭 進去炒菜 對 出來之後 炒完出來 還在打 他就趕快阻止他 十分鐘 打下去的時候 其實他有用腳去踹他的背 法醫就判斷 應該就直接把胰臟給踹破 你知道那個 那一腳有多大力 大人撈他 然後那個還小孩子 那個腳尖踢進去 那老二 那老二呢 妹妹有在 所以馬上被安置了 沒有問題 然後老二怎麼不見了 叫洛麗捷 然後大家想說二哥去哪裡了 他講出來 他只是說 後來一直逼他說 他還講說 他自己喝肥皂水死掉了 所以老二也死了 老二也死了 早就死了 所以他在檢察局被家屬 狂凶凶凶凶 那媽媽什麼都不講 對 對 所以變得非常複雜 但是他為什麼會喝肥皂水死 不太可能 不可能 檢察官 那時候檢察官是個年輕的 他就是怎麼可能 我們去找各種專家 喝肥皂水會死 這件事情 不太可能會發生 小朋友喝到一口 不舒服就吐 他不能喝下去 然後喝到頭土白末死掉 後來也講說 因為他們公司都對不上 媽媽講的 跟他講的都不一樣 後來他才 後來最關鍵 就是五月二十號那一天 五二零 這個小三生下了 他的親生骨肉 他的女兒出生之後 他就突然坦承了 那一天原來就是一樣 他把小朋友丟在家裡 出去回來之後 這個老二呢 把冰箱裡的高麗菜 拿出來 吃很開心 吃得滿地都是高麗菜 就開始狂打他 用兩巴掌打下去 打到 撞到牆壁 誰打 那個同居人 同居人 把那小朋友打下去 那個也是難的 也是難的 三四歲而已 然後撞到牆壁 倒在地上混了 他就出去了 然後接著媽媽回頭 發現他口吐白末打他就這樣死 腦震盪 他就摸棉被包一包丟到橋下 氣死了 後來有找到屍體嗎 找不到 警方撈了一個多月 一年前的事情 找不到 所以這件事情到最後變成這樣 所以那個 你說一年前的事情是什麼意思 就是哥哥先被發現 那一年前二哥也被這樣打死 對 二哥一年前就已經死掉 那他為什麼那個老大 他是把他丟在學校門口 其實當下他媽媽是想要送醫的 但是因為這個同居人 劉曹根他是通緝犯 他就說我這樣包出去 我就要被抓了 他們就一直在 要不要救護車什麼什麼的 後來媽媽有打了給救護車 但是又覺得不能被看到 所以就隨機丟在地上 因為他還有提溫 是 想說是不是可以被救走 只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但是最後就死掉 這個妹妹 他現在已經長到二十幾歲了 然後他私訊給你 他現在怎麼樣 他現在是一個安心班導老師 其實這個故事 因為我講很多行案 大部分後面大家都在咒罵這些兇手 這些父母 這個家庭 怎麼這麼亂啊 什麼的 然後其實這個故事到後面 因為有他 我跟他講說 我希望你這個後面的故事 是有一個 happy ending 我希望你最後的幸福 來讓這一件不幸的事情 有個終點 因為我覺得他剛好有結婚 對 他要結婚了嗎 他要準備結婚 他是在 要準備要結婚 因為他長大的過程中 很多 他家裡的人都沒有 不避諱跟他講這件事 他姑姑什麼的 因為他後面也是另外一段故事 因為他的生父本來 就是不是個很好的人 但是在事情爆發的時候 他不斷地出現在媒體面前 我要我的撫養權 我是個有父愛的 什麼什麼的 他就想說你 你生了三個 你也不管人家 也從來沒有撫養過他們 你現在跳出來 你說你要撫養權 你是個好爸爸 沒有人相信 後來 但是因為最後 他是因為 他後來發生一件事情 是再去社會局 再把小孩再抱走 又爆出一件新聞 誰又把他抱走 爸爸 因為小朋友已經被社會局 親生父母 已經去安置了 再度把他抱走 又報上新聞這樣子 是 後來去打官司 後來就判給他們去養 養了之後呢 爸爸有一天就在梳妝台 他自己看到 他自己看到 爸爸有一天在梳妝台 看著拿了一個針這樣打 然後就跑在座上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誰 他爸爸 他爸爸 他爸爸用針 生父 生父 他爸爸吸毒 他長大才知道 原來爸爸是吸毒 自己死掉 好坦克 天啊 有這種人生 真的 簡直不敢相信 所以後來他們家裡 就在吵說連生 連爸爸都死 那這小女生要怎麼辦 要不要送 送雞 還要送孤兒院 後來有個孤孤站出來說 不要娃娃 我把他養大 所以他才能夠平安的到現在這樣 那離公孤孤 他們都不忌諱跟他講這些事 他他何必私訊給你 因為他 因為後來他的孤孤 故障陸陸續續過世 其實他有點記憶 有點模糊 但是要看到我這個節目說 我都會完整的 把所有事情講清楚 他就希望我可以幫他再講一遍 讓他可以看到當年的爸爸媽媽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個通緝犯呢 後來後來就判無期徒刑 然後到到那個獄中 聽說他沮喪而死 他怎樣 沮喪而死 沮喪了 你看他無期徒刑 他女兒出生了 他看不到女兒 他看不到女兒 很有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他就在獄中 抑鬱而亡這樣子 這個這個小三呢 小三他就 他有最後一次 接受媒體訪問 所以大家就問他說 因為判刑嘛 就是說你判這個結果什麼樣 因為他最後只判兩年 因為實際動手 沙子他的不是他 他只是隱瞞這個事實而已 所以他說他只想好好當一個媽媽 把小孩徒刑找到 可是很諷刺 你前面兩個孩子都這樣子 對 那個這個語中就透露 他不太承認跟這個 生父生了這三個小孩 他不太認為是自己的小孩 那種心理 所以那個媽媽關他出來 對不對 出來 以你徒刑 那個 跟同居人的小孩 通緝犯那個小孩 對 怎麼能生父這樣子啊 好可怕 社會的黑暗 社會的黑暗 我覺得這對這個女生 這個小女孩的確有影響 他因為他雖然是兩歲 但是他畢竟還是一個家暴 跟目睹親人被殺死的一個過程 那雖然他也許記憶沒那麼深刻 可是像這種創傷的記憶 很容易鎖在身體跟情緒上 所以可能他還是會做反覆的噩夢 或是他可能會有一些驚恐的情緒 是留著的 所以我覺得他會想知道 也許他有一些反應 他自己會覺得為何以 譬如說他常常經常做噩夢 或是他其實還是會有很多恐懼的情緒 所以他會想知道說 到底原文本本這件事情 是怎麼發生的 因為對那麼小的小孩來說 這個世界都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可是我要不斷目睹這些可怕的畫面 而且沒有被保護 我覺得小孩子 我比較關心的是 為什麼有一個女生 他會去結交 成為一個吸毒犯的小三 然後跟人家生三個 然後他還顧不住 然後再跟一個通緝犯 然後再同居 然後還沒生一個通緝犯 自己的小孩顧不住 還給我通緝犯打死 然後他都沒有做什麼事 其實有做過這樣的研究 就是說一個女性 何以他都會一直去找那些 會暴力虐待他小孩的 就虐童的同居人 然後他好像每一任 都是這樣子的狀況 到底他發生什麼事情 會發現這樣的女性的心理狀態 至尊都是很低的 他覺得他不值得有更好的人 跟他在一起 所以他們找的人 都是最壞的人 都是惡鬼 都是壞 魔鬼型的 那個同居人 那當他去虐待他的小孩的時候 他覺得他也沒有辦法 去保護這些小孩 他只能任由自己的小孩去 就是被凌虐 然後他依附在這樣的一個關係當中 他又離不開 所以他的那個心理狀態 他就不會去保護這些小孩 他為什麼會離不開呢 所以他就是低至尊 抹擦的話 我們以前的案例到現在 我退休為止 這種女生當別人的小三 這個男生有吸毒的 然後這個女生願意甘願 當小三的這個女生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九十以上有吸毒 也吸毒 一定就是吸毒 他吸毒的來源 必須從這個男生身上得到 所以有的人他不得不就是該下海 或者是去一些比較不正常的地方去上班 那很多這種類似 你說今天一個循規島局的一個上班族 他會跟一個通緝犯 跟一個吸毒犯在一起 這是我不太相信 所以我們以前抓到 抓到一個男生同氣犯 他的拚頭 同居的人幾乎就是吸毒的 麵尿就吸毒了 對 所以我高度懷疑 剛剛那個老Z講的這個三個孩子的媽 本身他可能也有毒癮了 對 我覺得說得有毒癮 只是說那他人生怎麼會繞到去吸毒 然後一直一直就越來越墮落 那個是一個 吸毒從最開始的 就像以前抽香菸 從最開始的抽一口 同時還同時會說 play 一人吃一口 後來自己抽一根 再來買一包 再來變抽兩包 吸毒是這樣 你從一開始的 最最小的那種 毒咖啡包 再來安非他命 再來馬啡 再來海洛因 是 煮的時候就走水路 我們說走水路就是達針 他必須 他已經有的 我們以前都是在藥房門口埋伏 那個女生 你知道看他穿短袖 這夏天穿長袖 那個都有問題 或者是腋下全針孔 這都是有問題 熟悉部 rule 我沒要的 是 ok 好 所以跟你私訊的 那個女生 他後來是被國家安置 是不是 沒有 他有咐咐認 咐咐養 咐咐養 公公無限大 力牌綜藝 因為其他親戚都說 不然整個很恐怖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